關於華為產品無法使用谷歌服務套件一直控制著很多人 而現在好消息來了 在即將發布的華為P40系列裡 現階段華為公司正式提出了一種新的解決方案 以確保正常在自家設備上安裝和使用谷歌應用程序 華為其展示了名為App Search的應用程序 該應用程序可收集來自不同渠道的應用作為安裝包 因美國對華為的警令從而全面阻止了美國公司與華為的所有合作 當然,谷歌是阻止與華為開展業務的最大公司 由於谷歌阻止了與華為開展業務 因此華為無法使用谷歌的任何服務 但華為作為全球前三智能手機廠商 他們知道用戶更願意繼續習慣使用基於安卓系統的智能手機 雖然鴻蒙系統已經發布 但現在並不是替換的最佳時機 所以為用戶尋找使用谷歌套件的方法才是最佳的良策 事實上,儘管現在華為手機運行的是安卓操作系統 但不能在此操作系統上包含任何與谷歌服務或者相關的應用程序 當然,用戶也不想在沒有谷歌服務的情況下繼續使用安卓手機 這也因有了谷歌服務套件,安卓手機的用戶量也大大增加了 華為公司最近為用戶創建了一種新的解決方案 展示了App Search的應用程序 據了解,該應用程序將在即將問世的智能手機 華為P40系列中看到 它與華為商店相比,App Search的主要區別在於新應用程序 包括了一些被禁止無法使用的應用 儘管華為為用戶提供了安裝谷歌應用程序的方法 但此方案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原因是華為的新應用程序 沒有直接以IPK安裝包的形式向用戶提供 包括谷歌應用程序在內的許多應用程序 而這用戶可以藉助搜索功能把你導向各個網站實現 此外,華為不會將IPK上傳到系統的本身 在App Search之內可以帶你前往各個網站 你可以在其中將索學應用程序下載為安裝包 總體來說,華為P40系列即將問世 這將是華為唯一為用戶解決如何使用谷歌套件的方法 從而留守住更多華為的手機用戶 最後我們再來關注一下華為鴻蒙系統的一些近況 自從華為在2019年8月宣布鴻蒙系統後 這是該公司的新跨平台操作系統 現在有一份新的報告預測稱 鴻蒙系統的市場份額在2020年 有望在全球實現2%的市場佔有率 使其成為超越Linux成為全球第五大操作系統 當前全球操作系統佔有率分別為 安卓39%、Windows35% 蘋果的LS和MacOS分別為13.87%和5.92% 以及Linux占有率為0.77% 鴻蒙系統明年底有望達到2% 該調研公司還表示 鴻蒙系統在中國的份額在去年年底就達到了0.1% 今年年底將達到5%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即是華為何時啟動該操作系統用於智能手機上 對於採用鴻蒙系統的智能手機 余崇東在發布鴻蒙系統時明確表示了華為目前的立場 任何時候都可以將其投放到華為手機上 並且可以隨時做到 但是由於用戶極度的依賴谷歌服務套件 在這種情況下華為還是將優先考慮使用安卓系統 當然如果某一刻華為無法再使用安卓系統 那麼華為也做好了準備 隨時可以替換它 關於鴻蒙系統何時亮相 有傳聞稱鴻蒙系統最早亮相的手機產品 可能會出現在更低端的華為PC40類的身上 並且由它來完成最早的測試 雖然有消息報導 但現在無法確定它的真實性 隨著時間的流逝 我們也相信華為手機在未來 將運行安卓系統的可能性會越來越小 因此鴻蒙系統在2020年 猛無時刻手持亮相可能性會越來越大 好了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和點贊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